不像話嘛 怎麼樣說我也是先來 這人生當中的 先來後到你要懂啊 知道嗎 雅密 妳現在幹嘛 我在跟它溝通啊 現在什麼時間 妳還在玩狗 我沒有 我在跟它溝通耶 沒有… 我們等一下要上課了 好不好 玩訓犬狗不是這樣子玩的 上課 上什麼課 上訓犬師的課 妳剛剛只要牽牠們的話 妳要先把嘴巴這邊先抓住 再把它套進去 就拉就可以 好 酷 妳不要有的跟那些主人一樣 有的不懂的主人 就這樣 套… 牠都不跟你套 有沒有 妳把它 妳要稍微固定一下 這是妳要會的 這樣抓牠是不會痛的 然後牠也不會咬你 是這個意思嗎 也就是說如果說 各位觀眾朋友 你旁邊那隻狗狗 過於耗的這種 從頭到尾都處於一種 失心風的狀態的時候 你要用這樣套牠 這樣套… 不可能啦 套不到的 要怎麼做呢 來…你過來 先… 來… 給我一點面子… 上面 來… 吃吃一下 妳自己進來啦 妳自己進來 這樣子也是可以 但真正的shipping function呢 稍微 連夾 先抓住牠們的耳朵旁邊 臉頰那邊稍微 臉頰抓住 我臉頰抓住之後呢 再把…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一隻啦… 我沒有辦法應付啦 好 先抓你好了 像抓住牠們耳朵旁邊 然後再慢慢的 把圈圈套進去 對… 來拉上來 我就可以帶牠回家了 來 你跟我回家 二話不說 我們先親一個好不好 呃… 呃… 你…你哪位啊 我是要跟老師親一個 你哪位 雷神 雷神…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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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時間 不要浪費三個時間 我戀愛了 說我戀愛了 我沒有辦法 我要先在這邊 澄清一下我的心情 你還是先收拾戀愛的心情 帶牠們回去吧 不過看似微風 卻怎麼被狗狗 連拖帶拉的走咧 Yomi Yes 訓練狗之前 妳要先把這些東西 準備好 這個是… 狗 吃了你 那這個 牠們要玩的玩具 這是雞雞球跟… 零食 零食 對 好的 有了這兩個法寶 但是重點… 還有一個 鏈子 這個跟… 這個搭配 你一隻樹木空 牠沒有緊箍圈的話 你根本控制不了牠 你懂我意思嗎 老師你說這個太有道理耶 對 所以這就是狗的緊箍圈 只要有了這個 我就可以像彈商這樣一樣 就對了 但是希望說妳可以 改化牠們啦 好不好 用我的愛 要成為一個優秀的訓犬師 首先就是要和 有訓練的狗狗學習 Yomi 妳就跟A門老師 好好拜師學藝吧 好的 老師 我了解了 Yomi…來… 蛤 過來… 妳在幹嘛… 不是啊 不是說要訓練我嗎 訓練狗 訓練狗 我們今天是妳是訓犬師 妳不是… 不是特技人友 妳不是… 可是牠是我的老師 所以牠叫我 牠叫妳 牠叫是牠本身 牠想說牠要上課了 所以牠本身的習慣 牠想要上課 怎麼會是 我只看到妳在幹嘛 怕一條 牠說上課了 OK 然後我就立刻想說要去做訓練 所以妳現在要是教牠 怎麼去做這些動作 因為牠會了 因為牠是敏捷犬的冠軍狗 對 所以牠要教我就對了 對… 好 因為是這樣子 好的 老師 你準備好了嗎 來 Emmen 這邊對不對 要先給牠吃 還是要跳碗才能吃 因為牠已經會跳了 所以妳可以先用 跟牠一起跨過去的時候 Emmen 來 過來 這給牠11個這樣 給牠11個 只是一個 牠做這件事情都好 就是一個步驟就對了 對 妳要上班有錢可以領 那牠要工作有成功 有東西可以吃嗎 我了解了 然後有這個點 有這個觀念 好的 訓練是快擴大進一步的 好 好的 還有記得牠在妳的左邊 對 狗在左邊 我在右邊 像這樣子有跟妳講不行 No 退一點 不要去跟牠玩 Emmen 稍微拉開一下 妳看牠現在在欺負妳 所以每次狗狗如果趴到我們身上來的時候 我們要從後面把身先往後拉 稍微拉 自止一下 然後後退一點 對 讓牠下來 狗在左邊 我在右邊 狗在左邊 我在右邊 Emmen Go 耶 妳好棒喔 這個時候呢 所以一定要給牠吃一個 對 好 再一個 下一個 來 更好 剛剛講更好 更好 來 Go 好棒喔 稍微粗一點點口令 要的是指令 指令 我們是老師 所以我們要教牠們學單詞 妳懂嗎 所以狗狗裡面的思維就是 不 Emmen 你看牠現在在欺負妳 Emmen 你現在已經息胸第二次喔 擠滿三次 我們走著瞧喔 看來Emmen老師還沒臣服於妳 就先看看路大怎麼示範吧 這個叫跳 跳 上去 進去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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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個層面來說 不過其實滿好控制的 話別說太晚 就看妳的表現啦 剛剛訓練的一些過程 我覺得說妳還滿不錯的 好 那今天我就讓妳體驗一下 什麼叫敏捷犬 那 敏捷犬 對 敏捷犬 到節目錄完 老師跟我都講不好敏捷犬 對 老師 我們一起講一次 1 2 3 敏捷犬 交給妳囉 Emmen 來 Emmen 上去 Emmen Emmen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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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跳 上去 上去 來 上去 漂亮 妳現在指定一定有一點概念 Emmen加油 玩具 用給她 妳出師了 我決定要請妳 我決定要請妳 訓犬師 不就是C jump 過來 已經過了 有什麼困難的嗎 來 下一位 下一位 不 來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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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上去 這邊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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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Mani 妳聽我講 Mani 這樣上去有沒有 這樣上去有沒有 好 有沒有 來 換妳 來 老師 我累了 我累了 Mani 妳聽我說 勝不交 敗不內 這句話其實 很有道理 老師 我錯了 OK 我錯了 楊明 妳還是一步一步乖乖學習吧 請問一下 我今天不是來學訓犬師嗎 請問我穿這一套 老師 楊明 我們今天要訓練一種 不一樣的訓練 訓練狗的方式 有多麼不一樣 就教牠們游泳 教狗狗游泳 教狗狗 狗要教游泳 不是嗎 可是狗狗為什麼要游泳呢 就 其實游泳對牠有 比較沒有那什麼 重力的那種負荷 所以在水中的話 比較可以舒展一下頸 對 對於好動的狗狗來說 是很好的一個運動 所以說我們學校裡面有一些 有 腳部分有一些問題的話 受醫師都會推薦到我們這邊 做部件 只要是你聽 我又聽說過就是狗狗的後盤 就是長得沒有那麼好的 對 其實這樣的狗狗 很適合游泳 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教不會的狗游泳 剛開始你看 好 先把狗從肚子這邊抓好 好 要慢慢放 你看… 打…打水就不對喔 你再慢慢放 那要水花… 對… 還有你不要一直跟著走 沒有…你用原地就好 拉住牠 讓牠習慣那個水洗 先讓牠在原地先練習一下吧 好 練習怎麼打水 有沒有 好 練習會打水之後 你再慢慢放 這樣就會 OK 好 我們要來了喔 KOK 不要再笑了 這沒有在開玩笑的 不要再笑了 乖乖 我們要來了 首先呢 先抱好牠的肚子 先抱好肚子 肚子 然後慢慢的… 慢慢放 你看牠第一次 所以你不要放手 好 我叫咪咪我教牠 你看 咪咪我教牠 OK Coco 加油 加油 來 你後腿都沒在動 Coco 拍手… Coco 加油 對… Coco OK了 加油 漂亮喔 你可以的 陸大友說 初學者的狗狗 每次下水兩到三分鐘就好 因為狗狗全身都有運動到 所以中間要上岸大小便 否則呢 游泳池可是會有漂浮物喔 不過楊敏 是的 今天你整個訓練流程都不錯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去照顧牠們 照顧 不是訓練喔 訓練是訓練 照顧是照顧 所以學會訓練之後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照顧狗狗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今天大家知道 因為剛剛游完泳嘛 我們就來先把那個 游完泳一定要馬上把它擦乾之後 把它吹乾 所以我們順便把它洗澡 洗澡 OK 好 首先要有狗狗專用的沐浴乳 沐浴乳 你把它可以稍微稀釋一下 還有重點是說 頭先不要洗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養過狗 你每次洗狗之後 你發現那隻狗一直甩… 對 不是甩掉我全身都是 後來我也跟牠一起洗澡 你沒辦法我只好全身濕啊 OK 所以說我們等一下洗澡的話 身體先弄濕 頭先不要去動到牠 好的 頭是最後才洗 OK 還有重點是在這一條繩子 這條繩子是重點 怎麼會在這條繩子 要一起洗是不是 這是每個主人到時候 來到時候你當心點事之後 牠們會跟你問 問你說我家的狗 每次洗澡都跑給我追 你把牠綁住就好了 整個客廳都是泡沫什麼之類的 你把牠綁住就好啦 這那麼簡單 這是沒有很難嘛 就是把狗狗綁住洗就好了嘛 對啊 各位朋友好不好 狗狗不會再造成你的客廳都是泡沫 你把它綁起來洗就沒事了嘛 那大事上我們就身體先洗嘛 因為怕說牠洗頭的時候 那個會開牠會甩 因為牠耳朵進水的話 牠很不舒服就對了 牠會把牠甩 甩一下 所以 對 抓住 對 所以一些客人 一些主人會覺得牠在甩 就只能尖叫 失控到之後只好崩潰 就被牠甩了 其實根本不用尖叫崩潰 你只要抓住牠的背 牠就會立刻不甩了 對 很好用喔 這根本簡單而已 漂亮 漂亮 寵物訓練師先不說啦 狗狗美容師 你倒是有模有樣的 來來來 最後來驗收你訓練的成果吧 小米 是的 今天你要幫我驗收一下 你今天 驗 驗收 因為我 就像我們學校訓練過的狗 但是要請陌生人來體驗 駕馭一下 到底穩不穩 看牠的成果到哪裡 才可以畢業 所以我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喔 因為妳是 所以說妳要是控制了牠 那主人應該沒問題 好 那今天我們就邀請 牠快要畢業的Michael 快要畢業的Michael嗎 這位是Michael嗎 月底要畢業 Michael 恭喜你快要畢業囉 通過我這一關 你就可以畢業了 漂亮 交給你囉 牠能不能畢業就 在你的手上 狗在左 我在右 狗在左 我在右 好 來 Michael 來 先吻一下 好 站起來 Michael 來 文一下 來 Michael 站起來 坐 站起來 好 趴 趴 繩子短一點 你繩子太長了 趴 好 來 趴 好 來 滾 滾 好 Michael 趴下 趴 趴下 趴下 趴 跳 漂亮喔 好 趴這邊 跳 跳 漂亮喔 寶寶囉 Michael 你太可愛了 寶寶 最後一關 Yeah Michael 他還沒過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沒過 還沒畢業是不是 對啦 還沒畢業啦 對...Michael... Michael 這裡 穩定... 你繩子... 撞住他 抱住他 他畢業了 Michael 我們出發吧 畢業了 今天呢 當了一日的訓犬師 我覺得把狗狗送來訓練呢 並不是教他們如何服從我們 而是從這些狗狗老師身上呢 學到更多 如何跟他們相處的感覺 今天呢 你這些狗狗老師教我超多的 這個繩子呢 代表不是一種圓養的關係 而是一種信賴 跟一種依賴的感覺 好吧 你們鬧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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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